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猪仔 鏡头前面这一只 就是猪仔的 星神推介 我数一数我今天 第四只推介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多 很多标迷应该收工 准备吃饭 或者吃饭 猪仔当然在公司 鏡头前面这一只 就是星神的 三六九十二 这只星神的三六九十二 小秒针的机械 挺漂亮的 其实我之前也介绍过 这只标一次 当时也很快秒杀了 绿色的标盘 襯托了这个 黑色的标殼 你看到整只标的布局 就是三六九十二 四个字齐字 另外就是大数目字 我喜欢大字 看下来 看下来 夜光 很漂亮 绿色的 这个标盘 这个标盘就是做了一个 放射性 做了一个 它叫做 拉斯暗纹 拉斯文 12点到6点的位置 再来看一下 小秒针 小秒针盘 放在四五点之间 也是做了蚊香的 有横纹 夜光的字钉黑道 再加上了十分针的夜光 十分秒针 也有夜光 内影边框 就是一个 内影边框 可以转动 用左上角的按针 十分钟 转动内影边框 用来继续使用 好了 试一下 擦干净一点 让大家再来看一下 整个标盘挺有质感的 再加上了黑色的外壳 你看到它 做了黑色的不受钢壳 标 原玻璃边的位置 用了矿物的玻璃标面 原玻璃边的位置 做了不受钢光线的标圈 标壳位置 做了拉斯不受钢 做了拉斯花纹 延伸的 旁边部分 做了抛光的处理 整个标很漂亮 再加上内影边框 很有层次感 光的不同 像射下 看到不同的颜色 标盆 深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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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标冠位置 放在三点位置 可以手上发条 它采用了秒塔8213的机身 21600的震频 动力处能 40小时 漏斗形式的标冠 标冠的标冠也挺漂亮的 挺大气的 标冠的字也挺大气的 好了 拿起标冠后 有停秒功能 8213是没有停秒功能的 说错了 8213是没有停秒功能的 但是向下转动 顺时针方向教时间 教下去的手感也不错 挺紧致的 好了 半个就教日力枪 半格向下转动 一格一格跳 一格一格 好 教完之后按进去 标冠位置做了拉丝不秀钢 延伸到下面的部分 就做了一条皮带 没有纹的 车线皮带 做了平脚 皮带都挺软熟的 虽然厚身 由厚到薄 皮带都很软熟的 你看到很软的 好 另外一头 就是两个圈子的油环 再加上了一个黑色的 不秀钢的针扣 我试一下抹开 它做了针扣 这个针扣 挺漂亮的 上面也有CITIZEN的 logo 口料 好 看看标底 标底 做了一个螺旋式陷入的底盖 上面也有写着CITIZEN 10个巴的防水 螺旋式陷入底盖 裏面做了金色的配搭 很多时候星神的鱼也做了金色的 底盖版也做了金色的 也写着8213的机芯 也写着 不秀钢 日本机芯 采用了米兜塔自家的机芯 整支标有点味道 硬是说不出什么味道 但是 整支标很漂亮 拿上手感很好 这支标的总重量去到多少 看一看 它可能做了一个标盘 再加上灰色的尼紫电道标壳 硬是挺有型的 85.6g 86g左右 85.6g至85.8g 属于都是比较 不算重的 好 看一看标的尺寸 即使这个标是大尺寸 coefficients 42mC 2mC 巊的尺寸 12.7mm 所以它支标的尺寸 是48mC 我ون了牛皮标带 趁上去給大家看看 我搜尋一下官網建議零售價 好像是2000多元的 2580元的官網建議零售價 不是豬仔推介 豬仔推介多少錢呢 再看一次的夜光 這個夜光也很帥 可能它的字夠大 很光亮 豬仔推介1568元 1568元 除2580元 六折就可以買到 皮帶的小牛皮 3692布局的一隻手錶 綠色錶盤 通常綠色豬仔有的都是潛水錶多 不知道你是不是潛水錶多 但這隻又不是潛水錶 又不是pilot錶 一些斯文錶3692的布局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聽清楚豬仔有三隻現貨的 有三隻現貨 可以WhatsApp給我 打給我都可以 在這個封面有豬仔的WhatsApp電話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記得給我一個like 豬仔每天都很努力的介紹不同類型的信錶給你們 如果還沒訂我頻道的話記得按下鈴鐺訂閱 我們下集見 1568元 一隻有得手上發條的 自動機械機身的Celison 3692 希望你喜歡豬仔這個推介 拜拜 這隻叫做